主料,自发粉250克,鸡蛋一个,黑芝麻,葱,水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冲洗净切成葱末,用一个稍大的容器,加入自发粉,打入鸡蛋,加入黑芝麻和葱末,加入清水搅拌均匀不要太稀,大概有点像做蛋糕时代恍惚的程度。 加入少量的油,再次搅拌去油与面糊混合,电饭锅预热,如果是高压电饭锅,一定不要让它上气,在预热的锅内加入少许食用油,并转动让锅底每一个地方都沾上油,把油烧热,倒入面糊,盖上盖子,大概10分钟以后,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了。 每个电饭锅功率不同,时间还要自己掌握,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让它上气,反面再煎5分钟左右,美味的蛋糕馍馍就可以享用了,烹饪技巧。 一很简单的一块饼,用自发粉做的口感也不一样,还可以把盐换成糖,不加葱末,就是甜味的,也可以加肉末之类的,总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。 二,也可以用高压锅做,但是都不要上气,反具体时间根据自己的锅来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